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这是迪丽热巴的脚。 一开始迪丽热巴加盟第五季极限挑战的时候, 很多人持有怀疑的态度,因为机条的成员一直都以男人帮自居。 玩的游戏也都是很男性化的,冷不丁进来一个小姑娘。 大家会不会玩的不尽兴呢? 再说了,毕竟男女有别,会不会不方便? 节目播出四期后,热巴以实际行动告诉大家,导演的选择没有错。 无论是海滩捡垃圾,还是奔跑拍气球,或者斗志斗勇猜东西。 热巴完成的都非常好,丝毫不比其他队友差,甚至更优秀一些。 当然了,有如此高的颜值,有如此棒的身材,导演怎能放过呢? 所以,在玩游戏的过程中,时不时就要给热巴一个特写。 就拿第二期节目中,房间美拍来说吧。 那是何等的京市颜值啊,娱乐圈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吧。 在本期海洋馆的节目中,热巴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柔韧性。 趴在桌子上和黄磊讲话,细心的网友应该注意到了。 热巴的脚已经放在了脖子的边上,这个动作大家不妨试下。 真的很难,但对于热巴来说,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。 最后,热巴凭借自己的机制,加上小猪的援助。 成功笑到了最后,希望在未来的节目里。 你可以继续加油,继续用智商碾压男人帮吧。